陆续有报道拿昆虫和家禽的蛋白质含量做对比 结果昆虫的蛋白质含量远远超过许多肉类 毛主,你还在想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吗? 还是说你对现在的饮食习惯有些厌倦 想尝试新的口碑 那么不如试试吃昆虫吧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Soka Channel 新年来联合国积极推动大家多吃点昆虫 因为据计算地球人口在2050年时候将突破90亿 食物的生产速度预计无法赶上人类的增长 昆虫被推为可缓解饥荒危机的救星 根据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表示 全世界约有20亿人口将昆虫当作食物的一种 在已知了超过100万种昆虫中 有1900种昆虫可供人类使用 目前世界上可供使用的昆虫大致依序为 甲虫、毛虫、蜜蜂和蚂蚁 以及扎闷和蟋蟀 2010年,荷兰的知名学者马赛尔迪克在TED演讲 为什么不吃昆虫 特别点出生产食用昆虫的高饲料转换比这个特点 他说,10公斤饲料虽然可以养出1公斤牛肉 但却可以养出9公斤蝗虫 并以此鼓励大部分人改吃昆虫 其次是发展昆虫农场为工业 增加农业财务效应 更能保护环境免于大型畜牧业的污染 另外,科学家也发现 昆虫转换蛋白质的效率比其他肉类来得高 若以汉堡和杂蒙的蛋白质对比 前者只含18% 远远不及后者的60% 录西有报道拿昆虫和家禽的蛋白质含量做对比 结果昆虫的蛋白质含量远远超过许多肉类 毛虫高于鸡肉50% 蟹蟀比牛肉多20% 而且昆虫的脂肪酸类似于鱼类 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更加健康 事实上,民间吃昆虫的文化也是十分不骗 许多国家的民众更是把虫子当作从小吃到达的零食 有些地方的虫子甚至买得比肉还要贵 在柬埔寨,炸蜘蛛和烤蜘蛛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小吃 在中央市场或者是城市的餐馆里面都有发售 联合国报告称 蜘蛛不只富含铅和铁 而且对于柬埔寨贫穷的农民来说 它还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 东南亚一带,比如马来西亚或者越南 对橡皮虫的幽虫情有故障 这个肥肥胖胖有点像米其林轮胎的橡皮虫幽虫 它的营养价值十分之高 还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烹饪手法加工 即使你要生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除了这些国家,墨西哥也是一个吃虫的大国 墨西哥人喜欢吃昆虫的历史可以追索到数千年之前 在那个时候,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印第安居民 狩猎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们发现昆虫和虫卵是最容易获得的美味佳肴 渐渐的,昆虫就成为他们饮食习惯中不可活觉的一部分 即使现在走在墨西哥的街头上 你也可以看到许多摊贩在贩售各式各样的昆虫 但是你别以为吃昆虫的斗质是平常的老百姓 古罗马学家普林尼在博物之中记载了 古罗马人特别喜爱一种树皮蛆 这种蛆只有在最奢华的宴席上面才能享用到 古希腊哲学家雅利斯多德 没错就是那个雅利斯多德 他老人家就很喜欢蝉的幼虫 他形容说第一次拓壳前的蝉蛹是最嫩的 而刚交配完的母蝉肚子里面充满了白卵 也在他的著作《动物志》里面提起了蝉的美味 圣经里面 耶稣的表哥施洗着诺汉 则吃蝗虫和野蜜 如果说到这里你还是觉得吃蝗虫还是太恶心了 你身心都无法接受 但是你知道吗? 在你未发掘的情况下 昆虫早已尝及日常的食物里面 就打个比如 日常的食用色素当中 有一种叫做蝉脂虫红的食用色素 事实上是从实性蝉脂虫中萃取的 2012年 知名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 被爆出使用蝉脂虫红的成分 作为红色饮料的调色剂 像是草莓辛勒冰 美国食品教育管理局 甚至还明定了食物中的昆虫残骸 以及虫卵的含量 每100公克巧克力中 不能含超过60片昆虫碎片 每100公克花生酱中 不能含超过30片昆虫碎片 每杯果之中不能含超过5个苍蝇卵 根据计算结果显示 每个人在每一年都会不知不觉中 吃下了约450公克的昆虫 但是虽然昆虫被视为 可以解决粮食危机的食品 但是这个说法也是有一派科学家质疑 认为这个只是指战谈兵的阶段 至今未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和系统 来解决大量的食品 极有可能带来的问题 甚至灾害 若是昆虫大规模逃离 或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该如何去预防和处理 加上昆虫必须在温室成长 若全球化大量生产 是否会带来另一波的温室效应 好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虫子的经验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一下 喜欢的朋友可以帮我点赞 订阅和小铃铛 谢谢大家